在27日 以色列表示 黎巴嫩的真主黨在27日晚 向哥蘭高地發射了一枚火箭彈 打中一個足球場 造成有12人死了 30多人受傷 黎巴嫩真主黨是否認了這次襲擊 說他有關 但以色列總理 不理會威脅 要給真主黨付出前所未有的代價 現在局勢進一步升級 究竟會否引發全面戰爭 大家要關注 如果這次襲擊真是 真主黨所為 這將會是去年10月 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爆發新一輪衝突之後 以色列是和真主黨的衝突之中所受最大的一次 單次的傷亡 因為只有他打人 通常很難襲擊到以色列 但是這次造成 傷亡是大 在單次來說是最大的 真主黨在最新的巴爾衝突爆發之後 他其實一直拆認哈馬斯 經常 向以色列北部 地區發動襲擊 當然以軍也不客氣 經常在兇襲 而且很劇烈的兇襲 炸回 黎巴嫩真主黨的 基地的目標 這宗足球場遇襲事件發生之前 當日27日 以軍是打擊了黎巴嫩境內多過真主黨的目標 令到有多名 真主黨的武裝人員死了 當日是打死了很多人 作為報復 真主黨用火箭彈和無人機 襲擊多過以軍的目標 這個足球場是其中一個攻擊的目標 這是有待查證的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真主黨一直都是 否認 發表了聲明 堅決否認 與足球場遇襲的事件有關係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利 現在經過查證 打中足球場的火箭彈 是伊朗做的 法拉克一營 根據他們的情報 其實 配備法拉克一營的伊朗做的火箭彈 只有 黎巴嫩真主黨是配備的 其他的 組織是沒有的 現在科技進步找到的打過炸彈 似乎這個可信度是高的 美聯社也是援引多名 美國的情報官員的消息指出 美方認為 火箭彈是由黎巴嫩真主黨發射的 但是沒有辦法確認 這個究竟他是有意發射 還是 偏離了本來的目標 而是誤中 這個足球場 這當然是不能證實的 他是有心還是無意 另外根據Axios網站 真主黨宣稱 認為 這一次足球場的傷亡事件 是因為以色列軍隊自己 用攔截火箭彈的導彈 掉下來 把自己弄傷了 當然以色列軍隊是否認了這種說法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辦法 你自己的導彈去攔截火箭 但是掉下來就弄傷自己人 這是很難正式的普遍說法 根據美方的情報人員和找到 的武器 相信 是真主黨發射的火箭彈打中 而引致這個足球場的事件 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呢 這就是未能夠證實 在襲京發生之後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本來在美國的一個提前結束了美國的訪問 回到 以色列的當院召開 內閣的安全會議 商討如何回應這件事 第一個反應 內塔尼亞胡表示 當然是很憤怒 說 黎巴嫩真主黨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是前所未有的代價 根據上一次 加沙哈馬斯的事件 如果是對等的話 似乎 那個報復是相當可怕的 另外 其他以色列的官員怎麼說呢 以色列的外交部長卡茨也警告 黎巴嫩真主黨 毫無疑問是過了紅線 但是 其實 雙方 是不是都過了紅線呢 以色列的軍隊是不是也沒有過紅線呢 這個 大家都是 看得到的 以色列呢 他所說 以色列現在是面臨一場全面的戰爭 以方是會 為此付出代價 這個卡茨 說明的 他自己也會付出代價 但是他也威脅黎巴嫩的真主黨 要付出更加高的代價 不惜他知道自己 會受傷了 但是也要打對方 另外一位極右翼的 以色列的財政部長 斯莫特里克也發文 主張以色列要嚴厲地報復 而且點了名 把真主黨的領導人 納斯魯拉列為報復的對象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衝突 近來是有加劇的趨勢的 這個是足球場事件進一步 燃點了的戰火 逢是打仗也是 越打雙方的越慶 雙亡越大越打越落 這是很正常的 以色列的軍方在上個月已經說 以色列已經批准了 黎巴嫩開展軍事行動的計劃 政府批准了 真主黨方面就強硬地回應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真主黨是會無限制的戰鬥 即是他不會有什麼 限制的 攻擊你什麼目標都是可以的 打起來已經是打到 可以說 差不多失了理智 大家拼命地打 足球場 譽責 以及以方表態如此強硬的情況 加深了大家認為很擔心 以色列和真主黨的衝突會不會進一步擴大 如果再打下去 也是會令中東的火藥桶 進一步有爆發 如果搞不好 伊朗再拉下來的時候 越整越大 就會變成一個大型的 戰爭 好 現在說到第二個話題 說回歐盟 匈牙利的總理歐爾班 在27日在羅馬尼亞宣稱 自從俄烏衝突以來 西方國家一直都奉行一些不合邏輯的政策 因此西方是很難應對 來自東方的挑戰 歐盟的一輪直主席 匈牙利的總理歐爾班 他還說非理性的西方將會失去了權力 亞洲會成為世界的主導中心 他表示歐洲領導人 本來相信 其他歐盟的人相信 經濟的制裁能夠 令到俄羅斯屈服 但結果 並不是這樣 他指出一些具體例子 在2014年 克利米亞危機爆發之後 俄羅斯已經吸收了經驗 學到東西 他調整了自己 增強了俄羅斯的適應能力 比喻 現在因為制裁 匈牙利的食品 就出口不到俄羅斯 但是現在俄羅斯已經成為世界主要的 農產品的 出口國 還可以出回給你 他批評說 對俄羅斯的制裁 實際上 是損害了歐洲的根本利益 導致能源的價格上升 令到整個歐洲根本沒有了競爭力 他以為制裁俄羅斯 但最傷的反而是歐洲其他國家 在歐爾班看來 俄羅斯採取的政策 他覺得是合乎邏輯 而且是可以預測的 也都是的 看來俄羅斯政策好像沒有什麼是不可以預測的 也很 擺明居碼 很容易猜到的 但是 軟弱和分裂的西方就奉行一些 不可以理解 沒有辦法預測的政策 因此西方將而難以 應對 東方的挑戰 歐爾班認為 亞洲可能在未來幾十年裏面 主導世界的發展 歐爾班說我們正面臨了一場世界秩序的改革 這場變革將會從亞洲方向 開始 亞洲會成為世界的主導中心 他特別提到 亞洲擁有 人口的優勢 技術的優勢 和資本的優勢 三方面 人口技術和資本 都亞洲有優勢 如果這樣說的話 你想我變革 不轉移也不行 而西方 國家還將俄羅斯推向 亞洲外面 本來 俄羅斯是傾向於 跟歐盟融在一起 歐洲的政策反而是把 俄羅斯這個國家推向 亞洲外面 歐爾班表示中國 中國 在2001年 加入了世界維持組織 之後這個進程變得不可以逆轉 歐爾班預測 中國 印度 巴基斯坦 印尼 這些亞洲國家 將會發展成為世界的主要大國 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 就會成為新興的世界秩序 幫這些新興的秩序 奠定基礎 幫他鋪設 任務和角色 由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 去扮演 匈牙利正在擔任歐盟 輪席主席國 他擔任 匈牙利是歐盟國家 但是跟歐盟其他國家的態度 匈牙利是很不同的 歐盟政府是尋求跟俄羅斯和中國建立 更加密切的關係 歐盟其他國家絕大部分的主流國家當然 認為 對俄羅斯和中國也不友善 俄羅斯直接是最大的敵人 這個月初 歐盟是訪問了烏克蘭 俄羅斯和中國 他還給予歐盟所有成員國的領導人 建議歐盟制定一些主權獨立的戰略方針 不要受其他大國的影響 重新開始跟俄羅斯 直接的 有外交的溝通的渠道 俄羅斯再討論 建立一個外交渠道 是歐盟自己本身 同時 歐爾班的建議 在跟俄羅斯建立 外交渠道之外 他也跟烏克蘭保持 接觸 而且就下一次 河烏衝突的和平會議 的形式怎麼舉行 跟中國進行會談 他就把中國 擺入了一個角色裏面 但是當然這是歐爾班的看法 歐盟其他官員是拒絕 絕大部分主流的歐盟國家都是拒絕 歐爾班提議 在7月16日 歐盟理事會主席 米歇爾 就回信給歐爾班 就說 歐盟輪席主席國 就是匈牙利 輪流的主席國 但是他在國際上是沒有權的 那個代表權不是由 歐盟主席國代表的 那麼他自信就告訴歐爾班 你要注意 輪席主席國 在國際上是沒有權代表歐盟的 沒有這個資格 歐盟理事會也沒有授權 其他歐盟 參與國 沒有授權到 匈牙利或者 輪席主席國 代表他參與國際的事務 這是歐洲理事會的職責 他強調 歐盟將會堅定不移地 支持烏克蘭和烏克蘭人民 出封信也很不客氣 叫他 不要假裝代表 我們沒有授權你這麼做 輪席主席國輪到你 但是你這個主席國的地位是沒有權 代表歐盟參與國際事務 18日 即是 過兩天之後 歐盟委員會的主席 馮德萊恩也出聲 也指責 匈牙利對俄羅斯 實行一些姑息的政策 他說 俄羅斯希望歐洲和西方變得軟弱 而歐洲有一些國家正在配合俄羅斯 應該是暗指匈牙利 軟弱和配合俄羅斯 馮德萊恩還否認 歐爾班和俄羅斯的接觸是在找一條和平的道路 他不認為這樣做有用 而且他鼓吹 反過來很強硬 歐盟 應該跟北約 一起建立一個真正的防務聯盟 跟北約一起 兩個始終不同的組織 歐盟和北約 再聯合一起建立一個真正的防務聯盟 當然主要對當的目標 就是俄羅斯 除此之外 歐盟的領導場和一些成員國 亦都是 試圖要打擊匈牙利的 歐爾班政府 在歐盟來說 除了說明他不可以代表之外 直接打擊他 在7月15日 歐盟委員會的發言人宣布 說明匈牙利擔任 歐盟理事會輪席主席 郭爾尼 因為他擔任過之後 所引起的事態的發展 歐盟委員會的主席 馮德萊恩 決定不再派 歐盟委員會的高級官員 出席匈牙利主持的 理事會會議 直接的理事會會議都不出席 只是派一些公務員的代表 參加 理事會的非正式會議 擺明 馮德萊恩是杯葛 匈牙利 或者杯葛 歐爾班政府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